整个大院 整个机关 谁不知道彭东东家发生的事 你要干什么 打电话 报警 你还以为事情闹得不够大是不是 你还想把脸从医院丢到法院去 东东 可我确实是无辜的 你无辜 那谁有罪 我们现在是家不成家样子 人没有人样子 这一切 难道都是我带来的 你要不去招惹那个什么下三烂的狗批作家 能有今天的结果吗 行了 方小玉 你既然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去找那个什么善大姐 把你刚才在车上跟我说的那些话 原原本本告诉她 让她彻底知道到底是谁的错 正好也让那位红蝶 尝尝这家破人亡的滋味 你倒是打呀 打到李木仁的公司 你总算该能问到她老婆的电话吧 就算当时情况紧急 你来不及说清楚 那么现在战火平息了 你总能问清楚了吧 我不会那么去做的 为什么 我是不会像别人报复我那样去报复别人的 我有我做人的原则 可